这两天那个科技怪侠埃罗马斯克在全网诱火了 不是因为特斯拉又发了什么新款电动车 也不是因为他的火箭又完成了什么惊天之举 而是他的另外一家相对低调的非网红公司Neuralink 最近把电脑芯片植入了小多大脑 并与其成功的建立起了链接 一般创建一家公司且取得成功 就已实属不易 但是埃隆马斯克不但创建了好几家公司 并且都取得了成功 并且这些公司从事的业务丝毫没有任何关联 但都有着同一个使命改变未来 像专注于探索太空的SpaceX 趋利于新能源电动车与自动驾驶的特斯拉 以及架构超级高铁的Hyperloop 想必大家都非常的熟知 但上文提到的这家Neuralink 却有着不同的人设 非常之低调与神秘 这家公司创办于2016年7月 先前对其的报道也是相当的少 可见其低调程度 而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埃隆马斯克也只是多次暗示 自己在从事一些神经蕾丝的技术 而这项任务便成了Neuralink的使命 在一次演讲中 埃隆马斯克说到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想我们可能会看到 生物质力与数字质力的合并 它主要是关于宽带 你的大脑和数字化版本的自己之间的 关联速度 尤其是输出这套 简单说就是 Neuralink想要通过脑机接口 把人类与机器进行融合 最后做到人类中有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中有人类 有人就问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提出这样的问题 对于我等凡人来讲很正常 但是异于常文的埃隆马斯克 可就想的长远多了 自从AI进入了高速发展期之后 他便对AI产生了深深的恐惧 因为他深信总有一天 人工智能会发展到超人工智能 从而将统治人类 而避免我们落后于 人工智能的最好方式便是 我们成为人工智能的一部分 那便是上文提到的脑机结合 好了说了这么多 我们下面来看一下 埃隆马斯克是如何连上猪脑的吧 Neuralink研发了一套脑机对接装置 包括一个微型探头 探头上有3000多个电极 电极连接着比人头发丝 还要细的软电路 用来监视1000个脑部神经员的活动 除此之外 该公司还配套开发了一个 神经外科手术机器人 可以将电极以每分钟192个的速度 插入大脑 而当这些电极被成功插入大脑后 就出现了Neuralink 在做演示当天 小猪脑部活动信号的实施读取 虽然我们现在还不能做更多的控制行为 但是能够读取脑部信息 已经意味着这个领域的一次大跨步 当然现如今Neuralink所取得的一切成就 仅仅也只是打开了脑机结合领域的大门 未来的路更加任重道远 比如如何解析人脑的运作规则 当我们能够成功收集到脑信号之后 该如何将这些信号转码成为具体的指令呢 这或许将是下一步Neuralink未来面对的最大挑战 但是根据报道 Neuralink拥有一个由科学家 工程师 以及临床医生组成的强大成队 再加上埃罗马斯克鬼使神差的创造力与天赋 相信未来有非常大的机会取得成功 小编不禁畅想了一下 当这项技术成功之时 未来人脑中自带电脑 是不是任何工作 坐那里随便想一想就可以完成了呢 小编再也不用一个字一个字的去码新人稿了 最后的最后 我们还是要向钢铁侠艾龙马斯克致敬 任何宏伟计划的实现都源于最初的设想 关键是很多人开始就不改想 而艾龙马斯克却始终都没有停止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